3月15日晚间,重庆庆丰都县三建乡突发山火,火势凶猛,火光硬红夜空,沿山极限蔓延 3月15日,郑州二七区一幼儿园起火,火势凶猛,伤忙情况不明 南普大桥转圈的转圈位置,火车赤兔着火了 上海南普大桥上,火车烧起来了 3月15日晚,上海南普大桥下匝道,一辆集装箱货柜大货车突然自燃 据视频者称是国产品牌立方货车,开着开着燃起了大火 起初,货车停在中间的车道,其他汽车纷纷在燃烧的货车两侧继续通行 后来整个车道被封,造成道路拥堵,车头烧毁 河北燕郊爆炸后,当地公安驱赶中共央视记者被舆论聚焦 网传广州中洛潭镇失火,去采访的广东省台记者也被公安轰走 网友嘲讽全国维稳一盘起 3月12日,网传视频显示,广州市白云区中洛潭镇一家汽配厂的仓库失火 现场大火熊熊,黑烟滚滚 当地消防通报,于当天上午8时左右 接到中洛潭镇梅田尚村青年路一单层汽配仓库发生火灾的警报 通报没有说明是哪家汽配厂 只强调有序灭火,暂无人员受伤和被困情况云云 当地媒体也只有广东官方的南方报系报道此事 报道基本上只提官方通报 事实上,中共官方的灾情通报常被怀疑造假,可信度存疑 当天晚些时候,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 失火地点周边已设置公安港哨,驱赶前来采访的记者 视频中,火点周围听着消防车明火已经熄灭 但仍有烟雾冒出 港哨的公安一边喊着不要拍照,一边驱赶记者和助手 记者们最终被赶走 视频拍摄者说 3月12号,广州市白云区白中洛潭镇顶呱呱气配厂仓库发生火灾 随后,广东电视台记者以及其他媒体记者去现场采访时 被广州市白云区白中洛潭镇治安联防驱赶 网民评论 中共政权风雨飘摇 维稳已经陷入疯狂 近日,一名女子在河南开封包公司贵枯的视频引起关注 该女子疑似现身诉冤 连日来,包公司出现深渊潮,不断有人到此哭诉冤情 有网友形容包公司成了中国的哭抢 3月10日,一名女子跪在包公司嚎啕大哭的视频 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猜测该女子可能有冤情 求告无门,只能祈求包公显灵,替她深渊 15日,微博账号司法腐败斗士ABC发文称 她就是视频中哭包公的女子 她说,自己在辽宁省昌途县法院打赢了官司 可是在执行环节被法院执行局弄虚作假 放跑已经查封的财产 并且让被执行人把冻结的财产私自处理 王姓执行局长也以调查处理为名,故意拖延 司法腐败斗士ABC说,因为被昌途法院坑害的家庭支离破碎 前几天去开封表姐家,表姐待她散心 游玩中触景生情,想到了包公的公平公正 让她无法控制自己,禁不住大哭了一场 她表示,既然网上已经公布了 我就站出来,我的执行法官李明X多次在电话中要求 暗示我支付好处费,因本人家庭生活困难 拿不出来就迟迟不给解决 这条微博很快引起舆论关注 前知名调查记者何光伟也转发微博称 如今百不缺,唯独缺良心 不过,这个微博究竟是不是哭诉女子本人尚无法证实 新唐人记者16日查询发现 该微博账号已经看不到这条博文 在此之前,还有网友13日爆料称 这名贵窟包公的女子最近刚出狱 现年32岁,在她17岁时因投毒被判重刑 现已查清,她当时没有投毒 女子做冤狱13年,但无人被追究罪责 人生中最美丽的岁月让中共给毁了 但这则消息的真实性目前也没有得到证实 值得一提的是,女子在开封府贵窟的视频引起关注后 连日来,不断有人来开封府跪哭喊冤 13日,有母女三人手拿牌子 集体跪在开封府哭诉冤情 视频在网络热传 大陆网友纷纷哀叹 这是因为底层民众压抑的怨气太大当今社会 普通老百姓太难了 微博用户包算先生因转发央视记者 在燕郊镇采访被当地警方阻拦的视频 接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电话 据网友包算先生公布的录音 该男子自称是燕郊镇行宫东派出所人员 三合市公安局燕郊分局行宫东大街派出所姓张 他要求包算先生删除其发布的 有关燕郊爆炸的视频 并称公安局有外宣部门 待核实之后再通知其发布 该派出所人员还提到 主要是为了不影响,扩大舆情 他说,燕郊这边的事情已经很乱了 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再发酵扩大 以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这名派出所人员直接问道 我就问您,您删吗? 在得到我删不了的回复后 该人员警告称,删不了 后期我们的公安部门再找您联系 令这位网友无法理解的是 他仅仅发出微博一个半小时 远在河北燕郊的警察 就能准确地查找到 其微博账号的电话 他觉得公民的隐私遭到泄露 您咋位? 您好,我排出所这儿 行公,行公东排出所 燕郊,行公东排出所 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 我先问您一下 您是这咱们 微博公众号包藏先生吗? 是的 是的,是这样的 您今天发布两个关于燕郊爆炸这个视频 现在这个事还未经核实证实呢 而且现场的这个报道 也是为了当时现场人身安全 考虑的发布这些东西 咱们公安局有外宣部门 咱们核实后之后再通知您再发布好吗 您把您现在发这个先删了行吗 主要是为了说影响扩大舆情嘛 好多事 咱们说实话 我知道 现在这个是燕郊这边事 已经很忙很乱了 因为好多安置什么的事 咱们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再发酵扩大 我怕好多事 咱们群众都就怕有不良影响 不是,我先问您一下 您删吗? 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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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后期的 我们那个公安部门再找您联系好吧 近日 在台湾金门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事件 台海紧张局势升温 3月15日 四艘中共海警船 闯入金门限制水域 被台湾海巡艇驱离 中共海警局15日声称 为维护中国渔民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福建海警即日起 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 路线是从金门南方3至3.2里行径 这条路线已侵入台湾金门禁限制水域 根据台湾公布的禁止限制水域 金门南方禁止水域是8000米 限制水域是8000至1万米 台湾海巡署发布新闻稿指出 15日下午近30时 发现四艘中共海警船 闯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立即派遣海巡艇 全程监控驱离 新闻稿提到 下午2020分 第12 金门 巡防区暗计雷达 发现中共海警船 有集结情形 立即通报 金门海巡队 调派巡防艇 前往应对 新闻稿说 下午2046分 海巡署发现 四艘中共海警船 从金门西南方海域 闯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海巡艇全程严密办行 广播驱离与监控 直到中共海警船 使出禁限制水域 近期 金门海域连续发生 多起中国船只翻船事件 导致台海局势升温 3月14日 一艘中国渔船 在金门海域翻覆 船上6人落海 经两岸联合搜救 已救起4人 但其中两人不幸罹难 另有两人失踪 同一天 又有一名中国渔民 在台湾马祖 限制水域外落海 台湾海巡队 获报后 立即派出船只 协助中方搜救 马祖知情人士 对中央社表示 中国渔船翻覆 或人员落海事件 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基于人道救援立场 台湾方面 都会派船只 协助搜救 他透露 以前曾发生过 中国船只 在马祖限制水域内翻船事件 如果中方船只来救援 要先跟台湾方面申请许可 据他了解 台湾渔民 都是在限制水域内捕鱼 没听说过台湾渔民落海 被中方救援的案例 另一名知情人士说 距离马祖很近的 中国黄旗半岛 有非常多渔民 很少听到当地渔民 船只出事 但如果是不熟悉 当地海巷与礁石的人 驾驶小船 且操作不熟练 来一个涌浪 就可能发生意外 在此之前 2月14日 四名大陆人 驾驶一艘快艇 越界进入金门禁限制海域 台湾海巡船前往驱赶 这艘快艇拒绝接受检查 在快速逃走时翻船 两人溺亡 另外两人被台方搭救 2月18日 福建海警就宣布 要对厦门和金门海域 进行常态化巡逻 19日 中共海警船在金门海域 强行拦截登上台湾的一艘游船检查 令船上的台湾游客受到惊吓 台湾的海巡船发现后 紧急出动应对 27日 中共三艘海警船 又侵入台湾东部海域 24里海岸临街区海域 台湾军方派出诺克斯吉的 宁阳号飞弹巡防舰 嫌号O5G938前往驱离 这是金门撞船事件后 台湾军舰首次驱离 中共海警船 台湾军方将领认为 中共海警船大批 进犯台湾本岛 已成另一种形式的灰色地带冲突策略 台海局势升温之际 3月7日 中共党魁习近平 在全国人大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会议上称 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 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 提升精略海洋能力 专家分析 习强调海上军事斗争被认为释放出危险信号 台海很可能爆发冲突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丽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